从人生的舞台羡慕 但李国修留下了一句名言 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功德圆满了 而他果然这么做了一辈子 不但留下了许多 快智人口的作品 而且还获得首届的国家文艺奖 马总统今天还致电慰问 推崇他是国修大师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开启了表演的另一种模式 而这一夜 我们就来缅怀国修大师 带给我们的一切 哎呦你 你别打我当独打了 小女子在山上打了20秒 我忙了啊 说你是幽女还真是幽默 2009年李国修和幽人神谷的刘若宇 在兰陵30周年上活演 新何出新配 相视30年以上 刘若宇不敢置信 李国修就这么离开 我决定去美国读书都是因为说 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他就是 大正就是一个田在 大正就是一个田在 然后我也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说是我在台湾 看过最好的演员 我们只要是八头尿 就能把你们台湾刀给弄成了 李国修的喜感浑然天成 从市井小明到老兵 无功不克 李国修1980年出道 82年获得金钟奖新人奖 84年和赖深川李力群创表方 85年演出那夜我们说相声 86年创立屏风 97到2011都陆续获奖 李国修不只是台湾的卓鼻林 世心广电科出身的他 也擅长处理大时代的情感 精细启示录中 是纪念他做戏靴的父亲 而女儿红是追忆患有忧郁症 从不出门早逝的母亲 那张床是我母亲唯一的世界 我母亲的乡愁 跟他对老家的思念 老友顾宝明在脸书上说 再不舍也要舍 还好朋友不止今生今世 屏风表演班编号一号的主人 永远缺席了 历史海报长廊 也只能够留下无限的追忆 李国修及编导演于一身的 台湾戏剧奇才 卸去了人生的重担 她的身影永远潇洒